虽然我知道的那个温泉不是特别有的 但是泡汤的时候特别舒服 可以发出啊的声音的 地点是东吴古诺川温泉站附近 温泉有很多种 比如扫进温泉 那是温泉什么的 很有刺激感 强的温泉 也有很舒服 能放松的温泉 这次我要去跟草津温泉不一样的 能放松的温泉 我到达小子月 这边的空气很好 我到了一家旅馆又破又旧 我到了一家旅馆又破又旧 在温泉爱好家之间 这个旅馆很有名 因为温泉的全职很好 啊 有点 就是 不是啊 是啊 他说 他说这么舒服 这是旅馆的门口 这里有其他观光地的小侧和打者券 因为是日归温泉 所以要先付钱 这边的温泉是火灾的吗 旅馆门口的浓草的地方 很有旧和时代的气氛 他不知道 那龟馆床温泉是不是火山性温泉 建筑的砖修风格很老 那先给你们介绍渡天温泉 你看 这是温泉温泉 很多温泉水倒进浴槽 然后被使用过的温泉水从这里流走 这就是温泉温泉 太棒了 那我泡汤了 从地面涌出来的温泉水 从地面涌出来的温泉水 特别新鲜 我20分钟一直在浴槽里 温泉的成分不多 刺激感就少一点 喝一泡糖汤 露天温泉是可以呼吸户外的空气一边泡汤 这是温泉成分表 在日本的温泉一定会贴上的 日本的旅馆几乎都会有庭园 可以散步一下 我听说在这里可以钓鱼 猫是会打招呼的动物 因为这个鱼头太阴热 在这里饲养的猫 会替我们吃这个鱼头 这是另外别的露天温泉 这里的温泉水不断的流走 这里的温泉水不断的流走 这就是温泉温泉 一直流走 这里的也是温泉温泉 这里从这里温泉水涌出来 因为从下面涌出来的温泉 所以这是最新鲜的温泉 因为这是圆泉温泉 所以温泉水很干净 而且涌出来的温泉水挺多的 温泉水的温度 温泉水的温度 38度左右 人进入温泉里的话 温泉水就会一直流走 温泉水 这里是南汤 隔壁是牛汤 能听到鸟声 是在大自然的温泉 不太热 温温的感觉 我们可以泡长汤 温泉水 有洗发水和沐浴液 因为这里很安静 人很少 所以我30分钟一直泡汤 鱼馆里面的换衣服的地方 有点日本焦河时代的气氛 洗面台也有点老 也有焦河的感觉 这里可以存贵重瓶 这里是室内的浴场 因为是室内 所以冬天也很暖 温泉水一直流走 这里也是圆泉圆泉 在室内的浴场 一定会有洗发水和沐浴液 那我泡汤了 有很多温泉水流走 因为这个也是圆泉温泉 所以温泉水很干净 鬼怒窗温泉的温泉水是无色透明 虽然是室内浴场 但是浴槽里有石头 在庭园 猫一直冬带温泉 庭园里也有鸭子 应该是流感饲养的 它不怕人啊 下到溪谷也有另外一个温泉 这条河是鬼怒川 因为离旅馆的建筑有点远 可能很少 而且冬天旅馆不能管理 就暂时关闭了 鬼怒川的石头的造型挺有名 没有人 没有人 但是温泉一直倒进又操人 这里的温泉水也很多 也是很新鲜的温泉 没有很日冬天绝对不能泡汤的 庭园里一直有一只鸭子在 这个旅馆里有两座很大的佛像 一只猫一直冬带渔头 猫被模仿了就会咬人 温泉呢可以很悠闲的 长时间的泡汤的话最幸福的 这里是五连车站 为什么 因为乘客很少 那边是加速餐厅 现在我坐电车回东京 看起来电车来了 大概好像是特级列车 不停车的 电车来了 那电车出发了